数欲静而风不止 在国际局势愈发动荡的当下 每天都有各种震撼人心的消息传来 美国 欧洲 中东 亚太 各地区消息汇聚到一起 构成国际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3月17日并非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 但三则值得细细品味的消息 依然值得所有国人关注 根据最新收到的消息 当天晚上20 20 30分左右 靠近日本本州东岸济海 间爆发里是6.0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在首次地震爆发的两分钟后 同一震源附近又发生7.4级地震 短短两分钟内 爆发两次6.0级以上地震 是典型的双阵型地震 威力巨大 破坏力强 根据日本官方最新灾情通报显示 此次地震已造成4人死亡 97人受伤 随着相关数据的陆续上报 死伤人数有可能进一步攀升 两次强震距离东京只有290公里距离 东京当地震感强烈 许多民众家中出现剧烈摇晃 超过209万户家庭断电 行驶在工程县的新干线列车 出现脱轨状况 就在前几日 福岛政府刚刚举行 311大地震11周年纪念活动 谁曾想一轮强震 再次光顾当地 据悉 此次地震距离311震中 只有76公里 距离福岛核电站 更是只有90公里左右 地震是否会引发 诸如上次那样的核泄漏事故 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所在 根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消息 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机组 已经触发火灾情报 第一 二核电站的辐射值 暂时还未出现异常 多名日本地震专家也表示 此次地震规模 海啸浪高都 远小鱼3 11地震 因此爆发和泄露的可能性并不大 不过具体有多少负面影响 还需进一步评估 月前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通过远程视频方式 向美国国会议员发表一次演讲 再次恳求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 并为当地提供更多的物资援助 演讲结束后 拜登当局立即做出反应 决定对乌克兰给予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根据白宫发表的声明 美军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包括 800套独自单兵防空系统 9000套标枪反坦克系统 还有数量众多的机枪 榴弹发射器等轻型武器 当下这些轻火力装备很难根本上改变当下乌克兰战场态势 但却能有效杀伤 俄军有生兵力 让莫斯科略感尴尬的是 美军援助装备中包括一款性能一流的弹簧刀攻击无人机系统 据悉 弹簧刀无人机是一款可攻单兵作战使用的武器系统 它形态像一枚小型巡航导弹 能够配合标箱反坦克导弹 对一定范围内的车辆机型人进行精确打击 也可单独对发现的任何目标进行自杀式攻击 对于这款超视距武器系统 俄军现有的防空武器难以进行有效应对 一旦乌军使用狼群攻击战术 那么俄军将损失惨重 由于经济和科技水平限制 俄罗斯在无人机发展上一直落后于中美两国 在此次特别军事行动中 俄军也未动用大批无人机参战 导致多次行动受挫 伤亡数字较大 不知道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军无人机 俄军能否成功抵御呢 作为当代中美两国空军王牌战机 歼20与F35熟强熟弱 一直是各国军迷所热烈讨论的话题 而就在近日 一位美军司令发表的言论 从侧面给出外界的这一问题的答案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投入 美国空军的F35A与中国空军的歼20 曾在东海上空 进行短暂的近距离接触 如果这一消息属实 那么这将是首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五代机 空中对抗 大概是出于保密原因 威尔斯巴赫并未对双方接触的时间 方式和具体状况进行详细披露 但是从他的直言片语中 外界也能捕捉到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例如 他强调歼20执行空优任务 大概率暗示F35在机动性上弱于下风 这恰恰印证国产涡扇-15发动机换装歼20的新闻 此外 这位美军高官对于中国空军的飞行控制 作战能力与综合指挥系统 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其表现非常专业和优秀 从航程 彩弹量 机动性等关键性能上看 身为重型战机的歼20 要比F35更胜一筹 尤其是在机身稳定性和安全性上 歼20更是可以碾压F35 相信在成飞不断发力之下 国产新一代战机 终将顺利挑起捍卫神州蓝天的重弹 与一切来犯战机硬捧